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 不遗余力的政府支持 成就了宁都这一生态示范县内 健康绿色的农产品 本期从农田到餐桌 就让我们走进干南粮仓 一起去感受那里 诗情画意的绿色农业 传播农业科技精英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农广天地 又到了美洲 从农田到餐桌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走进的是江西省的宁都县 用人节地龄物产丰饶 这八个字来形容宁都 一点都不过分 因为干南这个地区 自古就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 不仅如此 丰饶的物产 也是这里的一大特点 就拿近些年来 风米全国的干南其成来说 口感味道自不必说 最关键的是您大可以 踏踏实实的放心品尝 因为在咱们的宁都啊 所有的农产品是绝对 绿色无公害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良好 森林覆盖率高 被列入我国 首批100个生态示范县名录 科学中养 放心吃喝 农产品质量安全 从农田到餐桌 这里是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的脆微广场了 一来到这个地方啊 我就感觉这里空气清新 气候宜人 让人感觉非常的舒适 这也给我此次游宁都寻美食之旅起了个好头 那就请大家期待我的战果吧 干南地区可以说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 自唐代至清末 就有近史和状元500多名 其中被称之为干南第一状元的郑谢 就出自今天的宁都县 我们的设置组一路寻访 来到了宁都县浙谷村 今天恰逢郑谢的后人举行祭拜仪式 谢公的后仪们呢 每一年清明或者8月15 长辈的为先 他们第一个在这祭拜 谢公就是郑谢 自义夫 浩云谷 乾化人 乾化在北宋的时候 宁都这个地方叫乾化县 自从有记载以后 干南地区第一个考取状元的就是郑谢 岁月更迭 干南第一状元的风光显耀 在后裔们的追思礼拜中世代传言 抹去时光的足迹 现如今的这孤村 却以盛产优质 干南其成而闻名了 宁都是所有中国干基研究所划定的 湘南 干南 贵北 干基带优势产期 也具有其成中的得天得候的气候环境 这里的气候环境 一是无双期长 全年无双期平均有279天 再一个就是昼夜温差大 最大的日夜温差可以达到15-16摄氏度 这两个特点都非常适合齐成的生长 宁都县齐成产业 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 陆续引进纽荷尔 乃维林纳 彭纳等品种 如今种植面积已达到近10万亩 产品效望全国各地 2011年 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定 由赣州汇丰果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赣南齐成被授予绿色食品证书 从这故村郑家祠堂出来 既这小郭沿途还发现了 有些齐成员搞起了体验式采摘 一向自封采摘达人的小郭 此时显得是异常兴奋 采摘可是他的最爱 一进这齐成员 好不热闹啊 不少周边临近的市民早就赶过来体验这齐成采摘的乐趣了 哎呦往下拽着 哎呦小姑娘啊 不能这样拽的呢 还不能这么拽啊 那这怎么摘啊 要用柴果剪刀 您不说我都忘了 还给了一把柴果剪刀呢 那这个拽下来的和剪下来的它不是一样吗 不一样 你拽下来的话呢 第一这个果地的地方脱落以后 果子不好储存了 不易保存了 不易保存了 第二的话呢 你拽的话呢 很容易拽断树枝 影响果树的生长 哦 行 那我检一个试试 哎 检果也不能这样检 检果也有讲究 这还有讲究呢 对 第一检是从挂果子的基部检 哦 基部检 第二检 从这个果地的这个地方检平 行 那我按照您教我的 我检一个试试啊 哎 哎 检平是吧 是的 这就对了 哦 这边的果子就不错 齐城采摘还真是有些讲究 一呢 您不能够硬往下拽 二呢 要在挂果和果地处分别做两检 所谓一果两检 不过刚学完摘果子 我们的记者又发现了一件怪事 这端端正正色泽浓艳的好果子 竟然都被抹上了石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你看这个果子 果形端正色泽鲜艳 你摘这个吧 味道肯定很好的 赖老师 嗯 这个我就不摘了吧 咋的呢 您看这上面蹭的都是灰 这拿着也不太好看啊 这是抹的石灰 石灰 哎 对 这还是专门抹的 对对对 因为每年七八月份的时候 太阳很容易灼上果树外围的果子 把它抹上石灰 对这果面起到保护作用 石灰可以保护其成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果树外围的其成都被涂上了一层石灰浆 水分蒸发后 留下的就是青氧化钙白色粉末 当强烈的太阳光照射到其成时 其成表面的青氧化钙白色粉末就反射了大部分的光线 有效防止了强光灼伤其成 使其成的品相得到明显改善 哎 不过那老师 那这个咱们外边这其成 它抹上石灰 会不会影响它的品质啊 不会的 它不仅不会影响品质 而且的话呢 它可以起到杀菊的作用 那这就是涂抹石灰的第二个妙用 我们知道 石灰可以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 所以如果您在市场上看到了这样的其成 大可不必担心 这表面残存的粉末是氢氧化钙 洗掉即可 看来呀 其成表面涂抹石灰 既有利于生产 又不影响我们消费者放心食用 记者小国的一律打消了 咱们接着练习一果两检 第一检 走 这地上怎么这么多杂草啊 用手扒拉扒拉 这杂草还挺厚的 听来老师说 这是果园师傅们前几天除下来的 可有大用处呢 齐城园里的杂草还有什么妙用 来老师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你看我们师父现在就要处理这些杂草 我看咱们师父挖了这一条一条的沟 然后把这杂草都埋到这沟里边了 是的 除了这些杂草以外 还有刚才您跟我说的这个稻草是吧 对对对 把稻草跟这个杂草一起生埋下去改良土了 这下明白了 齐城园里的杂草和当地的稻草被用作积肥使用了 在绿色食品肥料使用准则中明确指出 耕作制度允许情况下 以利用结杆和滤肥 其中结杆肥是指以麦结 稻草玉米结 豆结等作物结杆 直接还田作为肥料 除了接杆肥碗 绿色食品生产中也可以食用有机肥 主要以机肥形式施入 宁都县当地的其成员 其机肥模式主要是接杆肥加有机肥 用量的多少根据地理和目标产量而定 赖老师 那个师父在你杆子那干嘛呢 请你杀虫灯 杀虫灯 杀虫灯 您带我过去看看呗 好的 你看 你看这么多 是大的 是稀果叶额 这是臭屁虫 学名说虫像 还有很多小的虫子 主要针对像这个额碟类的 还有虫像类的 跳甲类的 重要的一点的话 它是物理防止的一种 这里的其成员采用杀虫灯灭虫的做法 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 符合绿色食品生产中 尽量利用物理和生物措施 防止有害生物的原则 这是赶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的工作人员 正在对其成员进行定期抽样检测 抽取样品前 先要问询生产负责人 并填写抽样单 抽样单记录了国品的主要去向 防止病虫害使用的农药 试用的肥料 及其剂量等信息 国品经随机抽样后进入检测程序 并出具检测报告书 这里的干南气成经抽样检测 在感官 理化 农药残留量等29个检测项目上 均符合国家 绿色食品 柑橘类水果标准 现在刚采完果 采完果以后 每年采完果都要做一次清源 我们一般用石榴合剂 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 也可以降低一些病虫液冻的激素 哦 这样 有些病虫害是需要药物防止 和物理防止相结合的 比如说虫害红蜘蛛 我们就需要用矿物油和螺蛮籽 春秋两剂轮返使用 交替使用 交替使用 还有像那个病汗 溃养病 我们用波尔多叶防止 碳菊病 用带生猛性防止 这些药物都是绿色食品允许使用的 赖老师说的没错 有些农药在科学使用的前提下 其选用是符合绿色食品生产要求的 在绿色食品生产允许使用的农药 和其他质保产品清单中 我们看到 其成员里使用的石榴合剂 波尔多叶 矿物油 罗曼纸 戴森猛心都列入其中 由科学严谨的绿色食品生产标准做指导 再加上监管到位的质量安全把控 这些是不是让您踏实了不少呢 我们您都在比如说做这个橙汁有很多种吃法 你比如说这道面条 新鲜橙汁组成 这个口感比较清香 就拿橙汁来煮面 对对对 然后这道呢就是那个橙汁发露 冰镇橙汁片 冰镇橙汁片 对对对 像跟那个果冻似的晶莹剔透的 这个呢 它可以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可以解渴 然后这是一道 这个我知道 这个是那个橙子皮吧 对对对 把这个橙子皮切成丝 然后加入白糖跟那个白醋 然后去沸水之后 然后冰沾20分钟 冰沾20分钟 然后再拿着凉拌 它的口感就比较脆一些 又会清凉解暑 它就没有那个橙子皮 对对对 然后这一道呢 它就是 它的是橙子中 橙子中 对对对 这一个个摆的还挺可爱的 你不要看这里面很丰富 还真是那种丰富的 是是是 您看这有玉米粒 青豆 还有这胡萝卜 因为橙子小朋友都喜欢 对 再说这口感的比较清淡 很适合小朋友 在咱们宁都呢 除了爽口的骑程 著名的三杯鸡也是一绝 宁都的三杯鸡可以用一杯酱油 一杯油和一杯米酒 制作出令人回味无穷的菜肴 这里面的诀窍呢 就是宁都黄鸡 宁都黄鸡又名宁都三黄鸡 干南三黄鸡 属小型肉用地方鸡种 原产于宁都县的黄石 对方等乡镇 它具有抗病力强 石性杂 一四羊等特点 2002年 通过江西省处秦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 正式命名为宁都黄鸡 2011年 获得由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办法的 无公害农产品证书 嗯 看来这宁都黄鸡在当地的名头可不小 记者小郭一路打听 追根溯源来到了一家宁都黄鸡养殖场 我这一路走上来发现 这个养殖场它就是一很大的山坡 满山遍野的全是树 小郭怎么样 这宁都黄鸡的养殖环境还不错吧 你也看到了 整个大片的山林野地就是他们的家 这里地势高 排水良好 远离交通要道 工厂居民区 附近还有充足清洁的水源 确实为宁都黄鸡提供了一个安全舒适的生长环境 这林子里的空气这么好 在这里逛逛真是一种享受 他一边走着 一边看到这些成群扎堆的宁都黄鸡 忽然萌生了一个想法 想要抓一只来瞧瞧 不抓 不抓 我抓抓抓 折腾了半天 还是一无所获 看来这是给自己找了个难题 唉 这宁都黄鸡野性强 跑来跑去 机灵得很 这哪里抓得过来呀 那咱接着往树林里再走走 我在这机场啊 逛了一大圈 这鸡我虽然没抓着 不过我觉得给鸡喂喂食也挺有趣的 你看我就找到了咱们鸡吃的这饲料 哟 还不少呢 这位师傅叫黄铃生 他是当地一家养殖公司的负责人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养殖场是他们公司的合作单位之一 在宁都当地宁都黄鸡养殖产业 目前采取的是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 和公司加农户两种模式 这两种模式的形成有它的客观原因 个体农户养殖规模较小 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量 合作社就把很多分散的养殖户组织起来 这样每家每户养殖的数量加在一起 总量就多了 一般来说 合作社根据社员的生产能力 先和养殖公司签订合同 公司负责市场 合作社负责组织生产技术培训 合作社在跟每个社员签订饲养协议 这份协议明确了合作社和社员双方的责任 这就是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 管理上就这样就是说要加强通风 就是说白天尽量天气好的时候把这个机翼全部赶出来 像你这个棚都堵得稍微有一点严辣 像白天或晚上的时间都这样都稍微打开一顶尖 这样的空气流动 这样的话呼吸道疾病就不容易起来 这是合作社的技术员苗德宇在对社员郑春莲进行技术指导 合作社经常派出技术员到养殖户的饲养场 结合生产实际进行现场培训 另外一种模式是公司直接和农户合作 也就是公司加农户模式 这是因为有的养殖户规模比较大 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比较强 那么他也可以自行和养殖公司签订合同 我们的记者小郭今天来到的养殖场 与养殖公司采取的是公司加农户的模式 黄林生作为养殖公司的负责人过来例行巡查 查看饲料的使用情况 那么这里的宁都黄基所采食的饲料 在安全与质量方面是如何保证的呢 目前在宁都黄基养殖过程中 饲料都是有饲养企业 直接与有资质的 或有检验机构的饲料生产企业合作 确保了饲料的质量 宁都黄基饲料的供应方 即饲料生产企业 提供的产品必须具备 饲料生产企业审查合格证 饲料生产许可证 以及产品标准编号 之后由养殖公司统一购买 再派送到各个养殖户手中 此外 当地农业局定期会对购进的饲料进行抽样检测 加强了对所使用饲料的检管力度 现在我对你这个饲料产品进行监督检查 我们要抄样送检 好吧 饲料送检后再由相关部门出具检验报告 5106小区配合饲料 通过汉州市饲料质量检测站检测 主要是七个指标 七个指标全部合格 该产品就指为合格产品 看到这里 这些用来思维宁都黄祭的饲料 从来源流通到使用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 管理有序 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宁都黄祭的质量与安全 回头再看看咱们的记者小郭 给鸡喂完了神 他琢磨着再给鸡加点水 小郭这一天可够忙活的 又是喂神又是喂水 不知不觉太阳已经落山了 不过他还不能走 还有一件大事要办 徒手抓鸡 今天上午我用尽了各种办法 连这鸡毛我都没碰着 黄师父跟我说 让我晚上来鸡舍试试 小郭我带你去试试 行 小声点轻轻的 还要悄悄的 这鸡缩在墙角还挺老实的 是晚上它归宿了以后 它就蹲在那里 它就不会跑来跑去了 那我应该怎么抓呀 你慢慢走过来 蹲到来 然后把两只手伸起来抱住它就行了 就这样抱住它就可以了 还真是比白天容易呀 是晚上它归宿了 就很容易抓鸡它不会乱跑 那晚上还真是挺老实的 看来黄师父说的没错 因为宁都黄鸡野性强 白天抓确实不容易 晚上一归宿就全都老老实实的了 这样就是宁都黄鸡的生理习性 咱们养殖户不仅善于学习规律 也善于利用规律 很多生产活动都是在晚上进行的 比如打疫苗 我们宁都黄鸡都是在晚上打疫苗 晚上打疫苗的好处就是应急少 今天晚上注射的疫苗是陈列冠二价苗 晚上打疫苗 宁都黄鸡的应急就小 此外 宁都县当地农业部门根据国家强制免疫计划 同时结合本地疫情实际情况 制定出了一套合理的免疫程序 并在试用上也遵循着宁都黄鸡的生理特性 这次合作社的技术员苗德宇 在为社员李火生配送药物 并同时进行使用培训 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下 由养殖公司采购药物配送到合作社 再由合作社分别配送到养殖户的手中 其实 无论是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 还是公司加农户模式 由于药品的来源是由养殖公司统一采购的 所以在养殖公司药品经营资质和采购标准的监管上 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药品进入养殖公司后 对于药品的流通进行严格把控 当地农业部门的工作人员还会定期进行检查 并且对药品包装的认识进行说明指导 经营这个瘦药从外包装上看 首先要看它的三证是不是齐钱 你看GMP号生产许可证号 GMP号生产许可证号 有这个瘦药批准文号 这个瘦药是已经从外包装上看 这三证齐钱 然后看下你的这三证都是五年期的有效期 节目的最后 记者小瓜也借着咱宁都 闻香诗国的美名诗姓大发 特作打油诗一首 那就是脆微风饼懒黄鸡 状元故里 齐成香 敌方名品三杯鸡 花样翻新 齐成燕 关键是最后两句 科学重仰配监管 持续发展 看长远 关注农产品安全 我们在行动 观众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 我们饱览了宁都的美景 品尝了宁都的美食 到这里 从农田到餐桌 设置组此次的游宁都寻美食之旅 就完美收官了 关注农产品安全 我们在行动 好了 观众朋友 本期农广天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想了解 栏目更多的信息 请您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进行查询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